我是杨黎子 我出生在美国 在23岁的时候我就定居中国了 作为美国人 大家总是默认 别人国家会移民美国 但是美国人很少移民出去 无论我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我不断地被问 你啥时候回国呀 美国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人 它是美国梦 它是世界的大融入 但是大家的人生追求都不一样 我想要的一切都在中国 我想探索世界 我不断地在寻找没见过的 没体验过的事物 我上瘾了发现那些 逃避了现代化过程的 并充满度一无二特点的小地方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就迷上了这里的想村 但是我对想村的喜爱 停留在暗恋的状态 我从稿田和打扒窗户 远远地看着想村一会儿过 心想到底怎么才能到这些地方 亲自体验一下 我是跑步爱好着 当时会在百度地图上 随便惦记位置 然后跟着导航的提示 跑到地方 早晚有一天 跑着跑着就到想村里了 我深入挖掘了南京周边的想村 然后买了几辆自行车 开始往越来越远的地方走 甚至从一座城市 骑到另一座城市 我怎么也玩不够 中国的历史如此的悠久 人口面积有如此的庞大 多元性如此的丰富 这里是不同美食 方言 建筑风格 地形的平和 中国的魅力不断的诱惑我 我想在自己脑子里形成一个 活生生的中国地图 我想通过一种一种不同的方式 了解中国 我想要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一番有意义的事业 我从事环保行业 在美国 很多人会对我说 中国工厂那么多 作为一个需要环保的人 你不看着很难受吗 美国武人相对比较少 是因为大部分的 拱业活动都在国外 但是把拱厂板前到国外 不是个办法 你依然在产生污染 只不过是 武人立得远远的 你看不到而已 那些工厂在哪里 那我就要到哪里去 我想加入中国的 环保战士们 一起创造更厉害的 污染处理设备 降低飞水和废气处理 和资源挥兽的成本 我想亲眼见证 中国的天空变得越来越蓝 水变得越来越清 我想要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一个 用外遇的生活环境 大家老实说 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我反而认为 一件事情很难 是因为你缺乏兴趣 而不是因为它复杂 中文的确很复杂 但是学起来 又是如此的好玩和爽快 是一种如此精彩和刺激的挑战 我认为学起来并不难 是因为我特别享受学习的过程 在中国的暑假实习结束之后 回美国总是感觉生活中缺了点什么 我特别思念中文的工作和社交环境 不知道怎么在美国快乐地生活下去 我当然对美国有感情 我毕竟是在美国长大的 美国永远都是我的老家 但是当我品尝了中国好日子的滋味之后 我感觉好像我的班克辛拉在中国了 我感觉好像我不在中国 就是在错过自己的人生一样 每次上飞机前往中国做暑假 或者寒假实习的时候 整个人就平静下来了 又已经回家了的感觉 认识我的老公之后 中国就在更深参差的意义上 成为了我的家 我父母刚开始的时候 强烈反对我选择一个不舍应语的 不打算移民美国的男人 但是他们开始跟他接触之后 就慢慢看出来了他对我是多么的温柔 他是多么有责任心 多么有爱心的一个男人 他们看出来了他幽默 甜蜜 充满活力 他们慢慢发现了他身上的很多优点 甚至开始喜欢他 开始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有了他 我就可以依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 因为有我 他对美国的了解 远炒过了电影 新闻 刻板影响中所获得的信息 人们总是问我们 怎么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其实我们认为两个人 有共通爱好 共通价值观 共通生活方式 才是最重要的 我根本想不到 有哪个文化差异 对我们造成了真正的障碍 中国不是移民国家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尽管我爸这里当家 大家一样看我是老外 不过一旦大家知道 我有中国老公 他们就看我像这个大家庭的一粉子一样 好几代之前 我的祖先从欧洲移民到了美国 现在轮倒我 在一国他乡开始新的生活 我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建立友谊的俏亮 我想把中国美丽的风光 和有趣的文化 分享给外面的世界 我很期待我在这里的未来 很期待在这里 事先我的中国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织 Carlos